欢迎来到新乡雅剧 我是亚兰 在生活中 人们常说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那面对这些不如意 如何让心灵得到安宁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句诗 云在青天 水在平 在唐朝的时候 有位高僧 名叫维炎 他修行三十多年 在当地非常有名望 在当地有位太守 名叫李奥 李奥生活当中也充满了烦恼 他很希望能够得到这名高僧的指点 但是他请了很多次 却都请不到这名高僧 于是 太守只好亲自上山 去寻找这名高僧 当他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这名高僧的时候 没想到高僧却并不理会他 只是坐在那里 安心地诵经 太守等了半天 正当他失望想要离开的时候 这名高僧却对着他 用手指了指天上和地下 对他说了一句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太守很困惑地摇了摇头 这时 高僧对他说了一句话 让太守心中大悟 他说 云在青天 水在平 意思是说 云高高地在天上 水静静地在平中 其实 云和水它的本质都是水 只是当它成为云的时候 它便在天空中云输云卷 当它成为水的时候 它便静静地安然待在平中 人也是如此 只要人内心保持它的澄澈 本真不变 那么外在的境地变换 只是顺应罢了 所以 后来人们常用云在青天 水在平来比喻 只要保持内心的安然和淡定 外在的境地不过是顺应